有一个师兄他在法会之后 就是几天 法会之后几天天天都做着同样一个梦 想请您解一下 就是我们天天跟着师父出去红法 师父在最前面走得特别快 表情很严肃也不笑 非常着急 就我们都在后面穿着地纸服 拉着包就急急忙忙的赶 后来他就跟师父一起 急急忙忙的上了一条船 然后有人就问说开到哪去啊 师父就指着海对面那座山 就说对面那座山 那边很亮很漂亮 而这边就是比较暗一点 船开了之后他回头一看 很多人都掉到水里了 场面很大很乱 然后有人停船 有人就说停船停船 他往下升救生圈 然后师父就说不等了 让他们游过去吧 然后我还有那个 就没认识的那个德国老妈妈 我们就在岸上拼命的招手 向船等等我们 但是船还没有到岸 然后这个做梦的事情 他就醒了 师父就是这个梦 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他说为什么我跟这个德国老妈妈 都没能跟您一块在船上呢 那很简单 你修的不好呀 他已经跟着师父上了法船了 而且到了末法时期 很多人根本救不了的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相法时期 也不是这个正法时期 现在是末法时期 现在非常危险 现在能救的人就救 救不了的人就糟糕了 现在就像你医院里面一样 很多人同样生癌症 有的人能救 有的人就死了 并不是 你不能怪医生 师父就是医生 我在救你们 你们跟不上师父不就死了吗 跟得上师父 你不就救了吗 这个道理还不懂 没办法 没办法的 因为有时候 师父看见他们那些人 我只能笑笑 他们在人间 还在做那些怪事 坏事 我只能笑笑 我没有办法 我有时候看见他们很可怜 我心里流泪 但是我救不了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像很多人到现在 还不知道应该怎么修 还在讲这个法门不好 那个法门不好 不能再讲了 赶紧修自己的吧 现在这个时候 真的要学学孔老父子说的 两耳不问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实际上就是学佛啊 学佛经啊 嗯 否则的话 你上不去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是的 很对不起师父 我们一定好好去再努力 你还要努力 一定 一定有 一定有距离 说明你跟那个师父的法门 还是有距离 不要嘴帮上说 不要去追求这些理论 要用在实践当中 你想想看 你打电话也打了半年一年了 你想想看 你我跟你讲过 叫你把这么好的录音 全部整理出来 你整理过没有啊 你花了时间没有啊 你知道你现在问完之后 有多少人听不见了 你知道你如果把它整理成书 让多少人开智慧 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 你做了没做啊 你找出各种理由来 你现在你赚了师父这么多宝贵时间 你完全应该把这么多的时间 把它全部记录整理下来 嗯 你现在在干什么你知道吗 你现在 你现在的寿命 你自己的命啊 你所有的时间都不能浪费啊 明白 你在干什么 我跟你讲了半年一年多了 你啊 是是是是是 你知道如果你把它整理成书 能救多少人 你知道吗 这么好的回答 师父用心这么 用佛的智慧来回答你 你就这么不当回事 听完了就 问完了就 就像问一下买菜一样 问多少价钱啊 嗯 你还要我讲出你什么毛病吗 你怎么站得了我的船啊 明白 对不起师父 太懈怠了 对不起 太懈怠了 你去慢慢忙吧 等你忙到差不多的时候 你看看乘铸坏空 我不想讲什么 任何事物都有乘铸坏空 连地球都会有乘铸坏空的 一天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对不起 我应该 做得太不对了师父 对不起 太不对了 你不像一样啊 你看师父的弟子 问的像魔像一样的 是哗众俱宠 让别人听啊 你修得好啊 你还是真的 要以帮助到别人的啊 嗯 你不讲我也不讲啊 你就这么懈怠 你今天讲了 你船上不去师父 才帮你点毛病的啊 嗯 嗯 是 点话你了 自己还不懂啊 你以为你青春常在啊 你以为你的智慧无穷啊 嗯 你以为你各项事业都顺利啊 你在人间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全是空的 你还不知道啊 师父跟你们在 在台湾法会上讲了五十年之后你是谁啊 你在哪里啊 你在人间一切拥有的东西是你的吗 五十年之后是你的吗 不是 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是拿不到呢 还有什么是你的啊 去追逐人间的一切 不就追逐一个空患虚患的东西吗 你还要说什么啊 嗯 没脑子的真的是 好了 我听懂啊 师父 谢谢您师父 我听懂了 你这样那个 不要掉在水里啊 不要游过去啊 师父是没有办法说游过去啊 实际上游是游不过去的 是不可能游泳过去的 如果都能游泳过去 要船干嘛 听懂懂了吗 听懂了师父 谢谢您 谢谢您能批评我 谢谢师父 嗯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真的就很对不起 我好好 丢脸啊 好 半年一年了 跟你讲了多少次了 你把师父 说话 不当耳边 不当事 当耳边风啊 真的 我错了师父 没出息啊 我错了 真的 我错了师父 嗯 谢谢您师父 你知道你如果给人家看了 只要有一个人看了精进了 你就有功德了 你这个都不懂啊 哎 我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好好忏悔 师父 忏悔了要做 忏悔有什么用啊 嗯 好的 您放心 好了好了 嗯 一定的 谢谢师父 真的非常感恩您 再见 感恩师父 哦 师父祝您身体健康 您不要太劳累 师父 哦 再见 再见 师父再见 再见 感恩师父 嗯 嗯